大家好,又回到我們芒向編輯部Youtube Channel的時間 有我來自澳洲的真BC,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有來自馬來西亞的大馬Sir 偉芒也好 在節目開始之前,請大家為我們三個頻道 芒向正向西冷氣 點贊、分享和訂閱,希望留得見識性的留言 跟你說,你們很快就可能沒有田雞捉藥 怎麼會呢?大把供應 發生什麼事呢? 每天都每天 你這樣說,你可能太樂觀了 我要顛撻一下你 原來這個科學家和動物學家警告法國人 因為他們很喜歡吃 青蛙腿 這個熱愛已經對自然造成了破壞 並且危及 在亞洲和東南歐這些青蛙的生存 水學者和動保組織 已經有超過500名專家呼籲法國總統馬克龍 停止過渡感染 並且要加強保護青蛙的措施 原來這個組織有幾個 環保組織也挺好聽 他聽個名叫羅賓汗 羅賓汗和 有沒有 那個是羅賓 不是羅賓汗 他指那個,歐洲的羅賓汗 亦有一个ProWideLive的组织说 欧盟每年进口大概是8千万到2亿只青蛙 其中法国的比例最高 而输入欧盟的青蛙大多数来自于鄰国 印尼和土耳其还有阿尔巴尼亚的野生种 但是越南就好一些,越南就养殖 这个ProWideLive的总监叫Altr 现行做法完全不符合欧盟对野生动物的政策 他也说 欧洲的野生青蛙受到欧盟法律的保护 但就算威胁到外国的青蛙生态 欧盟却容忍 从其他国家进口几千万只 真是Ridiculous 相当荒谬 法国当然 原来我是乡下子,对不起 我真的不知道有这种味道 因为我吃的法餐就很普遍 什么东西 总之是普通的东西 那些什么东西 都是扒类的,饿肝的 饿肝的麵包 很喜欢 我觉得有点腥的 我不喜欢的,有些人也说不想吃 如果你觉得这样对动物不好,就吃少一点 还有 就是这个 我有一步一步往生爬 就是追究点乘着一片 往前飞 台湾就叫瓜鸟 普通话叫瓜鸟 即是蝗牛 法国是蝗牛 这个也是名菜 我们刚刚澳洲西澳 也是有自己的繁殖腸胃做到 以前是很贵的 原来是青蛙鸟 通常是怎样呢 就是 拿些炸酱之后炸 有点像我们招盐田鸡 是不是 还配蒜头 还有是 欧芹一起 油炒也有 法国人 食用的青蛙比数量 占欧盟之罪 学界主张 法国应该根据 是 瀕危野生动物 野生动植物 国际贸易公约 亦被称为华盛顿公约 推动对青蛙的保护 40个 非政府生态组织 已经在近年乱处向法国环境报发出枪疫 研究表明原来 一种叫 尖牙河蛙 已经从法国商业种类当中消失 而另外两种更常见的海蛙 和宅蛙 由于 持续多年的商业採集 个体的数量 现在是下降的 报道亦说 青蛙在生态和 是 农场当中 经常见到 但是 他们的作用很少被人提到 其实很重要 在生态当中很重要 货豆可以改善 池塘的水质 青蛙可以帮助农民减少 是农药用量的 因为较少的有害虫 亦可以在捕食蚊等 这些 一只蚊就在登革宴 食蚊也好 当然 这些东西 我都很爱吃过 真的很久没见过 这个田鸡 牛蛙就吃过 田鸡好像是 不同一样 牛蛙很大 肉 牛蛙也有外卖的 Youpal 藤椒 应该都不是很受欢迎的 没经浪 相当受欢迎在我们这儿 这么便宜 是 不便宜 一瓦 七八十元 澳币 他怎么做 他怎么做 烧烤还是怎么样 错了 烧烤油 也有 薑草 薑草 麻辣 OK 他们的 他们是喜欢吃辣的 糖椒 还有 椒盐 椒盐 肉质 牛蛙肯定是养的 不用说了 对 如果不是哪有那么多 你们那些就不是养的 是吗 你们的野生 是 我们属于野生 有地方 生殖 原来他们是怎么吃的呢 原来 就是 蘸一些是 Butter 还有是蒜蓉 一到就是法国几乎每餐 牛蛙时报居然是特意介绍的 这个挺个人 就是法国几乎每家餐厅的标准菜 然后就发生了两件事 首先大家的口味有些改 随着20世纪70年代发色的新烹饪方法就出现了 这个青蛙腿 和香川 肉批 还有其他 你记住 记得以前 那个什么 好像是皇室7 还是什么林冀说 那些 别人不吃 别人 你吃蒸鱼呀 别人今天说别人吃蒸鱼 什么内藏 其实 有没有记错的话 如果有请指正 其实他经常说 西人吃内藏 不是 德国 意大利 西班牙 那些不是吃内藏吗 还有 挪威 挪威 还有 北欧国家很多都吃 很多都吃 有羊腰 这个我经常吃的 仙橙鸭胸肉 这个就很经常吃 还有 是瓜鸟 就是窩鸟 窩鸟 亦都熟失了原来地位 其次瓜鸟已经成为了一种受保护 不过是法国本土 那他就进口了 原来1980年代法国禁止 是捕捉的 运输和买卖法国本土的 法卦 现在 看到的大多数都是进口的 刚才说的阿尔巴尼亚和 这些前南斯拉夫国家比如塞尔药的地方 还有 还有印尼 还有来自中国的 急洞 但中国的应该是阳 应该是阳 他发觉 只要努力搜寻 你就能够找到任意一种 食物的信徒 外华之人亦有很多 原来只有几个人 《纽约时报》更加访问中 因为外华之人45岁 他就是马夫因 他就说 他就在利昂 的远郊住 原来一间餐厅是第四代 亦是老板兼厨师 他就说 这间餐厅是我家族领名的 原来这间餐厅的场面 弄得中国红的颜色 在1906年很近的八年餐厅 当时是里昂和斯特拉斯堡高速公路中间作为旅行者的逆站 赚大钱 他的曾祖父 只是用一个游泵加油 他的曾祖母 就靠从家族的鱼堂去捞 还有鱼鱼 还有 龙虾仔 买得最好就是青蛙 他有什么 颜色的 煮法 那么热呢 就是用这个butter 和做些炸酱 OK 原来他也说 如果你不喜欢butter 或者cream 和大量的 酒 你 就不是一个 适合来这个地方的人说 这些我们都喜欢吃 就不同了 地道的吃法 或者煮法 没错 那么地道也看到他们 最喜欢吃蛙 后来 他们也是 用一些塑料盆 去养殖 里面有恒温水 现在的科技 换成青蛙 处于10个月 各个阶段 从科斗一直 养殖 当然 他说我父母 都卖鱼的 所以我都很清楚青蛙 这间企业 始创人 其实就是我 第四段就是我太光 他也很喜欢吃 所以太婆就蒸给他吃 所以大家都知道我们很出名 原来以前 布蛙是一种传统 现在就不给了 现在是变了 晚上 你在一个活水池塘上面挖着船仔出去 带着 我们经常说赵田鸡 原来他们都是拿 电筒去照青蛙 对啊 所以有这句 这个赵田鸡 这个 当然有其他意思 最初是这样 之后看到 就是 把他们搞定 就带回去了 原来 首先会泡在 一些 预製品 在乳酸上 再沾一些炸酱 之后 再配个啤酒 你初以为这些呢 因为我不知道 初以为你听到 吃这些东西 你以为在 大陆 大排档 整饭 亚洲 亚洲地方 比较 轻盛 这些 猜不到 原来是法兰西 真是猜不到 我们是孤柳寡闻 只要这么说 我们是孤柳寡闻 我打算 入一些精致的 也有 入胸肉 那些也有 不过有一件事 挺令人害怕的 坦苏宁 发生了一件令人震惊的事件 民众 原来就食用 海龟料理 我第一次听到 这是我们的原住民可以吃的 但是只有他们可以吃 你记住 有很多东西 保护原住民 他们说他们 是传统的东西 明白 他们可以吃 但是 想不到 吃海龟料理 导致狗人 是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是不适合的 不适合的 你说得对 所以他死了 九个人 你真是 所以当地人士 尽量避免压这些东西 我们俗语什么 人为死 人为死 尿为食亡 人也会为食亡 这个真是好笑 不是好笑 有人命离世 对不起 收回这句话 怎么也好 为什么 为什么 其实我知道有些地方是压的 南美洲有些地方是压的 但是 我看到我很心痛 我不敢 也不会 好 今次节目时间 来到这里 多谢各位网友 下节再为大家分析其他的议题 是这样 拜拜 拜拜 拜拜